我们就欢迎第三位的讲者 他是国防医学院医学系的助理教授林卿老师 他的讲题为人工智慧心电图辅助判读系统 与无症状疾病筛检的应用 那我们现在就请林卿老师开始 林卿老师可以开始了 你有开麦克风吗 哈喽现在可以吗 听到了听到了可以开始了 好各位老师好 我要跟大家介绍我在最近做的这些研究 那是人工智慧心电图人工智慧判读平台 我们把它叫做ECG12NET 那我今天演讲的主题 主要是希望跟大家介绍 人工智慧心电图辅助判读系统 无症状疾病筛检的应用 好首先我们先针对一下我们的医疗需求 我想心接管疾病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疾病 它现在有逐年上升的盛行率 并且未来预计的花费也是非常的高 那我们提出的解决方案 主要就是希望透过心电图的这个筛检来进行这个心血管疾病 疾病负担的降低 那心电图它的优势是它是一个快速并且简单的工具 那它记录了非常多的讯息 包括心脏结构电气活动及缺氧状态 以往教科书虽然没有写到非常清楚 非常完整这个研究 但是透过深度学习的技术 也许我们有机会发掘心电图更多它潜在的潜力 那首先我要先跟大家focus在急性救治的部分 这部分是心电图最主要一开始被发展出来 作为诊断工具的东西 那我们先跟大家都知道心肌梗色的这个诊断上面 是使用心电图来做一个主要诊断依据 那我们也在这上面有一些研究 那我们发现过去有一些研究有说 这个有一些比较之前的医师 他可能判读心电图 判读心肌梗色是有一些困难的 所以我们发展了一个人工智慧心电图 用于这个急性心肌梗色的发展 那我们这样的一个模型 它相较于国际上的其他团队 有着相似的准确度 并且有着更广泛的预测 包括一些比较没有那么急的心肌梗色 也可以拿来做预测 那有这样急性的这个研究的分析的经验 我们设计了一套心电图分析系统的架构 那我们使用12导存心电图机 他们做完心电图之后 会传到我们的中央保存伺服器 那医师或者是这个社区的这些人员 他可以透过网易查询得到这些结果 那我们再挂一个这个高速运算伺服器 即AI运算模组 然后可以在出现问题的时候 简讯提醒当责的人 然后让他可以紧急进行处理 那透过这样的一个系统的话 我们有机会可以导入AI的创新临床流程 那传统的这个临床流程 一个病人到了急诊之后 是由这个急诊医师做第一线的把关 急诊医师觉得有问题的时候 在交由后线的心脏科医师做处理 这样容易有Time Delay 或是Miss Diagnosis的状况 那目前我们的心电图 只要一做完AI real time的分析 传简讯给这个心脏科医师 心脏科医师可以反向的 预先准备好这个就是治疗的 心脏科医师的团队 然后并且叫急诊医师 把这个人给他抓上来 那这样可以大大节省时间 我们现在已经有几个实际案例 可以跟大家分享 第一个案例是 藤湖分院在半夜的时候 一个紧急的心理梗色识别 透过AI主动的传送简讯 我们可以在84分钟完成这个 就是这个治疗病患的救治 那在院外我们也已经有了一些 部署的经验 一个院外的救护车上面 可以直接得到 它的心电图可以直接传回我们的医院 那我们也可以预先知道 在病人还没有到达医院之前 我们就预先做好准备 那他一进来 直接走绿色通道 进了心脏管室 那我们的这样的一个 急性救治的这样的一个模组 它的准确度 大概阳讯测值跟敏感度 都有超过九成的准确度 那这样子代表 由于这是一个罕见疾病 代表它的特异度 其实有超过99.8% 那透过这样AI Inhance的这个 这个临床流程 我们过去 我们在AI流程介入前 我们D to B时间 就是等待治疗时间 是70分钟 现在我们的平均时间 降低了9分钟 所以这样的AI对急性救治是非常大的帮助 那除了心肌梗塞以外 我们还对鞋甲浓度预测 有非常好的这个 就是有 也有竞争力 也有在做 那我们相较于国际知名的 Mail Clinic 也在高血甲预测上也有相似的准确度 并且同时还能预测低血甲浓度 那我们这样的一个成就也获得这个国家新创奖年度新创新星 全国六强的这样一个邀请 然后并且也受到在去年荣获Discovery频道访问 那另外还有一些像主动脉剥离的这个判读模组 我们也实际用于临床场域 我们透过心电图胸部X光 跟一个简单的生化检查值 我们就可以得到50%的阳性预测值 这对于类似主动脉剥离这种非常罕见的疾病来讲 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目前我们的这样一个急性救治的平台 透过我们可以诊断9项的急性心肺疾病 然后并且已经有众多的发表 透过简讯通知启动急救团队进行急处理 那这样子的流程已经部署到了 院内以及院外的所有环境之下 那这是目前在急性救治的状况下 我们已经做完的事情 那我要先跟大家讲一下 心电图目前的国际研究的趋势 它其实不包含在急性疾病 现在在Lancer Natural Medicine European Heart Journal Drama Cardiology等顶级期刊上面 Mail Clinic跟其他一些团队 已经发表了 我们现在用心电图来做慢性疾病的诊断 包括一些还没有发生 这个心防战动之前 我们就预先把它筛检出来 提早做介入 或者是一些无症状疾病的筛检 好 具体来说 这篇Find Natural Medicine上面的paper 就是使用心电图来进行 左心室功能异常的这个筛检 它的准确度 一样可以高达93% 那这是之前教科书上没有写的 医师也不会看 但是深度学习模型是有能力来看到这件事情的 那除了它可以准确的预测出这个 左心室功能异常以外 如果AI发现了这个 AI用心电图发现了它有这个 就是判断它可能是一个desease 但是它目前没有desease的话 这是一个false positive的这个结果 它发现false positive的结果 并不是真的就判错了 它在未来比起true negative的这样的一个group 它未来发生左心室功能障碍的这个 几率凋达了五倍 四到五倍 所以说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也就是去了解这个 了解这个 AI预测错 它对临床的这个意义 好除了这个研究以外 还有对健康人群未来的 那个心房战动的风险预测 这边Lancer paper 它发现深度学习模型 可以有87%到90%的准确度去预测 在这个病人还没有发生 这个Altra vibration的时候 即使它现在的心电图看起来是正常 它一样有办法进行主动的筛检 然后去把这个潜在的 有可能未来会发生心律不整的这些人 把它抓到 那这其实就是我们从疾病的早期诊断 本来我们心电图的这个这项工具都是focus在早期诊断 早期治疗 这个这一块 那现在我们的在国际的趋势上面 这些研究已经被导入成为高危险群的提前筛检 让我们先提前筛检 然后来进行一些那个提早介入 那我想这是公共卫生非常重要一件事情 好那基于这些目前这些主要的这些重要研究 我们现在的筛检应用包含了一些项目 我再来跟大家介绍我们团队目前的这个研究 那我们在这个国际竞争力的部分 我们拥有超过80万这样的这个数位化心电图 这个是除了Mail Clinic以外 这个国际上最多的一个资料集 那并且我们有一个完整的串联 以及这个就是验证的方式 那还有全自动的这个AI判读平台 好这是我们发展的这个优势 那目前我们的人工智慧判读平台 可以判读非常多种潜在的心率不诊 那这边有11项比较严重的心率不诊 那我们都可以以超过98%的准确度 甚至到99%接近100%的准确度 去把这样的一个心率不诊把它抓出来 那这非常适合在社区做一些应用 找到一些无症状的有潜在心率不诊的病人 把它决来说像HR Vibration 这样的病人未来中风的几率 每年中风的几率可能可以高达到10% 如果可以把这些病人抓出来 预先给他投药让他吃药 那这可以大大降低他的这个 未来中风的风险 那另外潜在的心脏衰竭 像是Mail Clinic他们做的这个东西 这个左心室功能异常这个筛检 我们一样可以以0.93%到0.94%的 Ariana Curve达到类似的成果 那我们这样的一个准确度 一样我们也做了一个 这个Provival的这个验证 这个False Positive 它是不是也真的比较容易 这个比较容易未来发展成 这个就是心脏衰竭 我们一样发现了4到5倍的这个风险 也有跟Mail Clinic发现一样的状况 这样的一个结果让我们非常有信心 在社区中进行这个应用 筛检出潜在的心脏衰竭的病人 即使他现在还没有 我们也相信他未来会有 所以提早介入对这群人是有用的 除了心脏衰竭以外 我们也有发展模型 来进行慢性肾脏病的检测 我们使用一张心电图 可以筛检出慢性肾脏病 有0.88%的准确度 并且就算现在是没有CKD的 False positive的这些人 他未来发生CKD的机遇也比较高 并且有比较高的 All-Coast Mortality的风险 这件事情同样的 也加强了我们在社区筛检上的信心 那我们同时也可以侦测糖尿病 那糖尿病一样有0.82%的准确度 并且一样 这个ECG-based的糖尿病筛检 跟真实的协议检测值 他们两个对于Motality等 这个Outcome 它是独立的危险因子 所以即使在已经知道 你是否有糖尿病的状况下 这个心电图的人工智慧频度 还是非常有帮助的 那这样的一个成果 我们又去建构这个心脏年龄 这个心脏年龄 我们的思想逻辑是 我们使用心电图去预测 这个实际的年龄的时候 它理论上是不可能 直接有能力预测到的 所以它一定是透过一些 Lentern Calcular Fascular Risk Factor 来进行一个预测 那如果它是透过这个来预测的话 那心电图年龄跟实际年龄 它的这个预测误差 它就有可能是有意义的 是可能代表的Lentern Calcular Factor 那所以说我们做了一个这样的研究 我们发现用心电图年龄跟实际年龄 它的平均误差是7岁左右 那透过这样的 我们透过把所有病人 把它分成心电图年龄减掉实际年龄 数字越大代表心脏年龄比实际年龄来越大 那数字越小代表 就是心脏年龄可能比实际年龄来年轻 我们发现在10个 outcome上面 包括all cost mortality CV cost mortality等等非常重要的 outcome 我们发现心脏年龄对于 跟实际年龄的差距 它对于这些 outcome 是有非常强预测能力的 好 那我们的筛检应用 做到这里 我先跟大家讲一下 我们的节路影建议 那我们的心电图人工智慧判读平台 现在除了能够做集的部分以外 我们还希望扩展到社区 未来我们也将扩展到院外的附件 以及wearable device上面 那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做一些 这个离岛的这个服务平台 来这个服务离岛乡亲 我们在最近 有去把我们的这个心电图机的 这样的一个社区筛检的服务 扩展到澎湖的万安 这是一个大概四五千人的一个离岛 以及这个屏东的这个小琉球 这大概里面的常住人口 大概有六千 希望透过心电图机 这样一个简单便宜快速的一个筛检 我们可以筛检出潜在的慢性疾病的患者 那可以提早进行介入 那这样子的话 一定可以对当地的这个心血管疾病的这个负担 来得非常的重要 并且还有一些急性救治的这些 潜在的额外的benefit 好那我今天给大家一个结论 我们结论是深度学习的技术突破 给我们了发现未知医学知识的机遇 传统上我们在使用心电图做判读的时候 我们往往依赖于教科书 依赖于医师的经验 但是有一些这些医师还没有写进教科书的知识 就来说判读心脏衰竭 现在AI可以做到 那医师还没有做到 那我们已经可以用了它的技术 那第二个是心电图人工智慧系统 已经被证实能够应用于 非急性的心脏系统的疾病筛减 那我想这是一个 这项工具非常重要的扩展 突破了以往 大家认为它只能够做急性疾病诊断的一个工具 另外在心电图的简便性跟适用 它非常适合用于医疗资源缺乏的地方 像是小琉球啊 或者是旺安这些离岛的地方 第四个广泛的应用人工智慧判读平台 它有机会去降低医疗资源的不平等 因为我们有机会 有非常广泛的这个项目筛减 可以把这些潜在的病人给它抓出来 让它提早进行介入 好我们非常感谢这个 区域局局长副局长 国防医院长及三千种院长的资源支持 以及我们的医师团队 还有技术团队 在这个平台上面做的努力 好我们报告到这里结束 我们希望透过心电图人工智慧判读平台 可以简单的判读潜在心脏疾病 让我们的这个疾病负担可以因此降低 好谢谢大家 好那谢谢林青老师精彩的演讲 好 好 好